找個比較明確一點的位置 那基本上至少要有三個點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將這三個點製作成一個Mesh Plane 它可以讓你匯出到Max裡面 那就可以直接用這個匯出的Mesh Plane 來做你的Max裡面的平面 完成了三個追蹤點 的增加之後 我們要離開增加追蹤點的模式 我們在畫面上 按右鍵 然後就只有一個選項就點下去 我們就可以離開增加追蹤點的模式 那接下來我們要指定它的軸向 那因為這三個點可以就是 建立在一個XY的平面上 那所以我們 用 這個工具 點下去 快速鍵可以按Ctrl G 將這三個追蹤點 選起來 然後加入 那這邊 Type的 種類 要把它選擇為 XY平面 就是 XY Plane 它有其他的可以指定為 單一的點為 圓點 或者是 兩個點 兩個點選起來 它可以指定為 X軸、Y軸或Z軸 那我們現在選擇三個點 可以將它指定成為 XY平面 那就點下去 然後把它 Connect 然後update更新一下 那這樣就完成了 3點 就是它的軸向 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要切換到3D View的模式之下 拉輕一點 拉輕一點 將這三個點選起來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 Toolbar有個3D 3D Task 最下面這個工具 它可以 將這三點連起來 建立成 一個 Mesh Plan 那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將它 輸出到 Max裡面 然後接下來回到我們2D View 那 有了 平面有了點之後 那我們必須指定它的距離 所以我們就 選取它 這兩個點 來指定 呃 它在Max裡面的距離是多少 那也是一樣 可以按Ctrl-G 然後 加入這兩點 然後 在 Type 裡面 我們選擇 讓它知道 這兩點的距離 那後面這邊就可以調整 大概是 20吧 然後 Connect to Select 然後update 然後就可以把它關閉了 那我們再回到3D View 加個2D View 加個2D View 加個2D View update OK 那縮放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點的距離已經變得 呃比之前大很多 那接下來就可以準備輸出了 那首先 呃我們先把 剛剛所製作的 MeshPlan MeshPlan 輸出 也在 上面 Toolbar有一個 Export 輸出 最下面有一個 Export Mesh 就可以輸出成 FBX檔 那 取個名字 呃 隨便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的是說 那特別注意的是說 呃 因為Bonjour它不能吃 它沒有辦法支援中文路徑 那所以說你必須是要在一個 完全英文路徑的狀況之下 那它可以輸出成OBJ 那就把它取個名字 然後儲存 OK 那接下來 就是要將這些追蹤點輸出到Max 那我們可以按快速鍵F12 或者是 在Toolbar裡面可以找到相關的工具 然後選擇你的儲存路徑 然後 存檔類型因為 呃你是 Max的話那你就選 呃副檔名是MS Maya的話就選副檔名是MA 然後檔名也是先給他 呃隨便取一下就好了 然後儲存 那因為我們之前也已經有 指定說呃 它點與點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如果說沒有的話 這邊有一個 在輸出的時候可以 就是設定它 整體的縮放的 大小 那也是可以在這邊設定 不過是比較不建議啊 那好了我們就按Safe儲存 那接下來就可以準備進到Max裡面 那就開啟Max 那我們看到 有剛剛輸出的